出生德鱼社相声之家 郭麒麟的左偶标准竟然是不信相声 网友们纷纷表示要一起排队举手报名 96年出生的郭麒麟原名郭麒麟 减肥前的大林子看外貌算不上好看 减肥成功后倒有了林家弟弟的感觉 早年间他在大西乡里饰演翠莺莺 郭德纲调侃道拿他当闺女养的 我叹了我叹了嘛爸爸 爸爸 我这些年啊拿着当闺女养的 大小姐之名由此而来 那么他的成功出圈是靠个人魅力 还是老爹实力呢 风云乍起麒麟窜红郭麒麟红了 2019年末一部庆余年横空出世 成为年末爆款 戏内神仙阵容戏谷云集 许久未见的影帝陈道明都重出江湖 随之而来的是戏内主演相继大火 郭麒麟便是其中之一 庆余年中郭麒麟更像是本色出演 戏中他饰演精灵的范思哲 性格直来直去 事前如命 可谓是相当逗趣 找他娘亲要钱的几场戏 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更多人开始关注起了这个可爱的大男孩 随之而来的是戏约不断 总一接到手软 在做家务的男人里面 他跟范澄澄搭搭合起伙来过日子 节目里面 他是细心照顾弟弟范澄澄的大哥哥 有一个片段是他俩去邻居家送礼 要回送过礼的盘子 郭麒麟嘴皮子娜叫一个溜 一顿操作猛如虎 天生交际话类型 不愧是说相声出身 让更多的人对郭公子刮目相看 张继柯一家也作为嘉宾录制这个节目 此时张继柯坐在沙发上跟父亲窃窃私语 彼时张继柯父亲才知道郭麒麟是郭德纲的儿子 之前那20年 人们都说单亲家庭有很多的不幸 但在郭麒麟身上 这种情况保护并不存在 2000年 郭麒麟的生母胡忠慧 与郭德纲离婚 远赴日本 留下郭麒麟跟父亲在诺大的城市 那时的她才刚满四岁 后来郭德纲娶了现在的妻子 大林子的继母王慧 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女人 在与郭德纲成婚以后 家内外都是由她一手操持 搭理得井井有条 不仅是郭德纲的嫌内住 跟郭麒麟的感情也相处得相当之好 郭麒麟辍学得早 年少时也是叛逆男孩一名 也是一直被人指指点点 说没有什么文化 郭麒麟18岁时 郭德纲给了她一封家书 句句肺腑 字字朱击 学历与学习从来都不冲出 郭德纲在信中剖析社会 教大林子做人的道理 信中句句单拎出来都是金玉良言 只管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要说这父亲跟儿子在一起 更多的可能是相看两无言 但在相声之家 他俩跟豆根捧根一样 玩笑中就把人给说通透了 有一次上节目 郭麒麟说道 最大的财富是什么 是身体健康 正如信中所说的那样 钱财乃天地至公之物 穷转富 富转穷 哪有百事富家翁 郭德纲的家教 郭麒麟的人品 成功绝非偶然 父亲是郭德纲 师父是于谦 郭麒麟的星途 可谓是顺风顺水 现如今 他已早早撕掉 新二代这个标签 有一次采访 郭德纲被问道 大家都叫郭麒麟少班主 你是在往这个方向 培养他吗 郭德纲说 他倒是想 郭麒麟不愿意啊 他也不想管这一帮人 还说以后让老二听着 最近就总是有意无意地 要跟我提一提公司管理啊 然后你得努力啊 如何如何这方面的 我会说好累的 我不想管啊 你真的不想管吗 确确实不想管 那你这样讲的时候 爸爸会露出失望的表情吗 就是还会再接再厉 过一段时间还会再问 他觉得迟早有一天 你会救护 等老二大了的时候 就不问大了 宝贝你得阻力啊 哈哈哈哈 不能跟你 不能跟你科学 从18岁以后 郭德纲就跟大林子说 以后得自个儿说了算 想接什么不想接什么 全凭自己做主 露脸都是自己的 惹祸了活该 郭麒麟的礼貌 非一日养成的吧 打小 郭德纲就告诉他 在家里 坚决不能说脏字 晚辈见长辈 要说您 家里有外人的话 好吃的一定先紧外人吃 无论是徒弟还是种花的 在鲁玉有约中 郭德纲刚说到自己严厉的家教 儿子吃东西需要批准 郭麒麟在吃东西之前 会养成问一句 我能吃吗 的习惯 虽然严厉 但是不得不说很有用 24岁的郭麒麟 活得太痛透了 在一次节目中 他说到 成年人的崩溃 每个人都有 但可原说五二三 没有人能感同身受 没有人能与你共情 不如意志士十之八九 没有什么特别大不了的 知足者常乐 成年人的这崩溃 每个成年人都有 老话 不如意志长八九 可与人烟五二三 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没有人能够分享你的痛苦 他体会不到的 没有人能和你共情 讲与不讲 对我来说没什么太大帮 我是没有那种特别崩溃的时候 你看开一点 没什么特别大不了 我对什么事都不抱有任何期待 我对什么事 我就是都已经想到最丧的结果 然后所以那还有什么可丧的 对的 知足者常乐 是啊 人生哪有那么多时间 可以用来计较 难受 把时间拿去制造快乐 做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 舆论圈里的新二代 里面扶不起的阿斗 不在少数 但是爹爹是后台 家里是港湾 但发展永远靠自己 没关系 我 我